今日有深水埗街坊在福華街附近 見到有幾個沒有戴口罩的汽車維修員 追著一個交通督導員激烈問候 5分鐘後就有警車到場了 但那幾位汽車維修員 更加連剛剛到場的軍裝警員都問候了一份 歡迎收看一線搜查 香港人多車又多 根據運輸署的數字顯示 香港的私家車有高達65萬架 Jai E,你知不知道在香港開車最怕的是甚麼 最怕當然是抄牌 根據警務署的資料 在2021年單單就為例泊車 發出超過330萬張牛肉桿 令到庫房進漲10億 為了不要被人抄牌 大家就各出其謀 有人就在擋風玻璃貼一張紙 貴求阿sir千萬不要抄牌手下留情 也有人就在網上成立了抄牌提示區 說要互相提醒 還有一個很過分的 就是有一對情侶涉嫌多次把牛肉桿 放在其他車的擋風玻璃那裡 懷疑想拼謀 就是將那些罰款轉嫁到其他車主 他們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目前已經被扣留調查中 這個方法大家千萬別亂試 抄牌真的會引來很多紛爭 日前在深水埗也有一宗 還搞得很大件事 更日有深水埗街坊在福華街附近 看到有幾個沒有戴口罩的汽車維修員 追著一個交通督導員激烈問候 那位街坊還說五分鐘之後就有警車到場了 但那幾位汽車維修員 更加連剛剛到場的軍裝警員都問候一份 事件引來網民激烈討論 其後深水埗警區也在社交網站發文表示 深水埗交通督導員在11月22日 進行交通執法行動期間 位於福華街店舖的四名職員 公然挑釁、辱罵和阻撓交通督導員 對店舖外圍來泊車的執法 警方高度重視公然挑釁執法人員事件 深水埗警區刑事部探員、特別職務隊、 區交通隊、區警犬隊、 深水埗分區特遣隊人員和 深水埗分區軍裝巡邏小隊 隨即採取了聯合執法行動 以涉源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在那個店舖裏面 拘捕了4名男子歸案 並且對那個路段為例車輛 進行了交通執法行動 一共是拖走了三部為例車輛 以及發出一共47張的報票 全部破了哪個車都破了 我們現在就在影片裏面的福華街 發現警方加強執法之後 整條街的圍拍情況真的改善了很多 但不知道會否影響到附近店舖的生意 每天都放不到車 那些警察來 基本上都可能一個多小時才肯走 其實我們都沒有工作 以前可能一天有五六架車 現在可能一天都可能很少 可能一架半架 甚至乎沒有都不奇怪 因為完全放不到車 都非常有影響 那那個抄牌情況 是不是密了很多 比以前現在密了多少 密了很多 以前可能真的幾個禮拜 先一兩次 現在一天就來七八次 都很密的 始終我們做車都需要來到才做到的 對 那來不到 我們都做不到 做不到哪個收入 是不是 如果他平時來 基本上他都會說 哪些維麗拍車 其實一般我們自己都很檢點的 見到他來 我們當然要走了 不好意思 走 其實有些我們走不掉 我們都要被他抄 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你是違法就違法 一般都 我們走到的 他肯讓我們走 我們都走的 其實都沒有說硬來的 說真的他們 人家是來執法的 那你是違法 那是你問題的 你不能這樣 那你還要加上 你做生意就做生意 我覺得完全有問題的 其實 其實今次警察都對的 說真的 附近的車房就和我們大吐苦水 至這幾天生意蕭條 但有街坊就說 下街看到馬路闊了很多 而這天我們到場觀察 三、四個小時內 警方已經進行了幾輪的掃蕩行動 街區裡面 的確所有車輛都井井有條 個個都乖乖入錶 香港的車位真的不足 想拍攝街上又經常都沒有位 想拍商場或者停車場 都不是說你想拍就有 經常都要排隊 甚至是屋苑的停車場 都沒有位 有時亂拍還會被人鎖車 其實拍車位不足的問題 在香港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 已經出現了很久 甚至越來越嚴重 究竟為什麼會拍車位不足呢?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這方面的問題? 但其實不止這條街 為例泊車的問題 是充斥著整個深水埗的 其實過去深水埗區的交通問題 比較嚴重的 其實都是為泊的問題 過去那一年 我們每兩個月都會看到 譬如單是在這個深水埗區的 舊區的一帶 也只有五千張以上的告票 特別是在暑假 即是今年的六至八月期間 更加是錄得有七千四百張以上的告票 所以這個情況也是挺嚴重的 其實過去的一些維泊黑點 都主要在舊區的一些地方 譬如大埔道、南昌街 圍著這些地方的一些舊樓的附近 其實都會有一些列造維泊黑點 那你覺得為什麼這一區的 維泊情況會這麼嚴重呢? 我覺得是分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本身車主自己的一些泊車的行為 就是車位其實越來越貴 所以令到很多的車主 其實可能選擇 可能以為泊在街上 可以避免了那個 就是減散那個車租的開支 那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也是跟地區的一些環境有關係 因為地區裡面其實有不少的店鋪 例如車房 又或者是一些賣零售的店鋪 其實很多時候大型的貨車 會在那些零售的店鋪那裡就會落貨 令到街上的維泊情況會更嚴重 但是大家為什麼明知道 維泊都還要維泊? 你覺得深水埗這一區 要不要找車位? 當然是難的 哪有車位放在那裡 看,車已經放在那裡 哪有? 你覺得這區 譬如是停車場 或者街上的位置夠不夠? 全香港也不夠 一定難找 標位都沒有 完全找不到幾個小時 找不到標位 其實都有人亂拍 有時抄牌緊 標位少了 標位少了 肯定會有影響 塞車 肯定會有影響 其實香港的維泊問題 是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因為既是一般的居民 會有投訴 而也有車主會吐腐水 一般街坊的投訴 都是主要在兩方面 第一 就是維泊會令到街道擠塞 很多時候 因為維泊的位置 都是一些大型的巴士 其實會上落的地方 令到很多巴士拍站的時候 其實拍不到站 也會有另外一些問題 例如剛才說的安全問題 因為維泊有機會 會導致一些交通案外 而另一個角度 就是車主本身都有很多的附水會套 因為其實政府本身 一直都欠缺規劃 或者興建一些新的大型的停車場 所以令到車位嚴重不睹 所以很多的車主本身 因為找不到地方拍位 於是就無法之下 他們會在附近的街道做維泊 解決一個維泊的問題 政府應該有兩個進路可以處理 第一就是控制車輛 包括限制的發牌 或者現在政府都想建議 推出這個電子道路收費 但是這個先道計劃只是在中環 會不會在其他區道 會不會在其他區道 都有拓展的機會 減少車主 開車的誘因 轉為香港的交通工具 另一個進路 當然是增加配套 其實過去我們都在深水埗區議會 都有要求不同的部門 希望可以增加到 一個泊車位的數量 包括在政府 興建一些 他們新的公共服務大樓的時候 如果地盤面積許可的話 都希望可以增加一些泊車位 另外就是政府其實自己都有一些計劃 包括有地下停車場 大型貨車 或者客貨車的數量是不夠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 希望可以用一些限制用地 可以做一些臨時的停車場 可以幫助一些大型車輛 可以做到泊 希望可以舒緩到這個違法的問題 其後涉事車房也發文表示 因為造成交通阻塞 和這件事件影響到附近店鋪 而向街坊道歉 並且指出車房將會結業 希望令到事件盡快平息 深水埗區的所有店鋪 也都可以恢復正常 其實社區問題橫橫相扣 要真正解決到問題的源頭 才可以令到一眾的街坊不洗手 其實政府部門都有積極處理 泊車位不足的問題 運輸處推展了智能自動泊車系統 有關項目將來全數落成之後 短期大約可以提供2000個車位 相比傳統的停車場 自動泊車系統同一個空間裡 可以多出一倍的車位 只要你的車放在指定的位置 自動泊車系統 就會將它移到有空位的地方 首個智能泊車系統 其實去年已經啟用了 還很近我們 在荃灣海城路 希望將來有更多 可以解決泊車位不足的措施 稍後回來繼續和大家一線搜查 最近喉嚨聲聲 聽人家說 用果皮沖水喝也挺有幫助 我們最近就在深水埗 發現一間果皮屋 在深水埗桂林街這裡 有個單位長期都掛滿 一藍藍果皮出去窗 一、二、三、四、五、六… 足足有15藍果皮 歡迎繼續回來一線搜查 之前和大家說過 在後巷搖搖欲墜的分體式冷氣機 以及摘放在窗外的水桶 這些物件都很大機會成為 高空雜物的空氣 雖然說過很多次 但人類總是會重複犯錯的 最近深水埗又有街坊向我們報料 說有人把果皮掛在窗外 果皮也不是太重 掛在窗邊曬一下 但我又覺得不太嚴重 我起初也是這樣想的 但你看看就知道 究竟有多危險 最近喉嚨聲音 聽人家說 用果皮沖水喝也挺有幫助 我們最近就在深水埗發現一間果皮屋 真的這麼有趣 馬上去看看 對, 就是這麼有趣 在深水埗桂林街這裡 有個單位長期都掛滿一藍藍果皮 出去窗 一、二、三、四、五、六 足足有15藍果皮 在對面街看過去 簡直好像果皮摘地球一樣 你們又怎麼看呢 有沒有見過這間果皮屋 這裡 是啊 什麼事 你覺得這個情況如何 危險嗎 今天有什麼危險 沒有的 有什麼危險 你怕它掉下來 掉下來也沒事的 那天這麼輕 但它掛在外面 是啊 掛很久了 掛很多 十幾十幾包 不知道 它說要吃 或是看你賣了 我也不想做 吃也吃不到那麼多 你覺得這個情況危險嗎 少少 那你覺得這個情況是好不好 最好不好 亂撞出來 房子裡比較好 照樣應該不是很危險的 它很輕的 果皮 會不會掉下來 都會的 有機會 如果掛很久 你醒來就會的 都是不好的 這樣 下場雨 煤了就沒用 一發霧 其實這間果皮屋 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 屋主每天都會趁著 日頭就拿果皮出來曬 到太陽下山就會收回入屋 雖然說就說果皮很輕 好像就算被它摘到頭 也不太痛 但是你們看清楚一點 它福外牆外面 有幾條鐵枝用來乘寵 這幾條非法僭建的鐵枝 本身就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如果有什麼意外 送脫掉了下街弄傷人 那又怎麼辦呢 我們嘗試過上門找屋主 了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不過上到商應樓層 就發現那個單位應該是劏房 重重深鎖 我們未能夠找出涉事屋主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大家都不應該將有危險性的東西 掛出屋外 以免發生意外 Joye, 你平時去旅行 是自由行還是跟團多? 其實近十幾年都很少跟團去旅行 多數都是自己訂機票和酒店 相信很多香港人跟你一樣 現在去旅行都未必會再經旅行社 再加上疫情的關係 都令旅遊業百上加根 雖然政府之前推出了一些紓困措施 去幫助業界 但是不幸有旅行社要清盤結業 就像香港有多年歷史的康泰旅行社 政府早前放寬檢疫措施去到零加三 正以為有助刺激旅遊業復甦 誰知偏偏在這個時候 由本地大型旅行社宣布清盤 郭巴明員工又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員工大家都很失望 因為空體畢竟歷史悠久 還有就是行業的龍頭 要走到清盤這一步 其實對於大家的感受就可惜了 對於員工來說很失望 因為畢竟堅持到現在 最終都是要清盤 現在受影響的員工 是不是很多都是老臣子? 沒錯 因為空體有剩五十多年的歷史 其實現在很多主管級 都有二、三十年的歷史 所以他們可以說 從年輕的時候做到現在 這兩年他們主要都是停身留職 所以如果他們生活需要 可能他們已經在外面 找一份男士的工作在做 但是都希望可以說 復甦之後回去 但現在如果對於他們來說 整個清盤 他們要追討欠盤 其實可能都要一段時間 所以對他們的生活一定受到影響 現在受影響的康泰員工那邊 其實他們是可以怎樣追討 一些薪金或是獻生費 現在如果既然康泰都說 他資不抵債 所以在清盤那裡 以制權人的身份 去取回他們的獻盤 可能是比較困難的 現在唯有由政府的破獻基金 那裡去申請一個特壞的撥款 這個可能都要一定的時間 短則可能三四個月 如果長期可能半年都未必得到 還有一個數目就是有限的 有一個百分給的 不一定是可以全數拿回的 當中其實又牽涉了多少的拖欠薪金 或者遣散費的總額大約有多少 現在他們主要都是 遣散費的拔就大一點 剛才說如果他們 多數都有五至二三十年的年資 所以現在計算數 由五六萬的遣散費 去到二三十萬都有 所以平均如果你說一個因 平均有十萬的話 二百五十人 那也有二千多萬 對於這間超過半個世紀的旅行社結業 不少網民都覺得很可惜 但也不覺得很意外 因為現在大家都喜歡自由行 網民就覺得其實旅行社 也算是夕陽行業 不過有網民就認為 如果去得遠 或者帶老人家 金團是比較合適的 而結業受最大影響 就是一班員工 由旅行社清盤至今 不少受影響的員工都有尋求協助 面對工作了幾十年的公司 突然之間清盤 對他們來說 就好像一個巨型炸彈 我們經常說一句說話 就是康泰一家人 就甚麼都不用說 即是一敷八役 我最短你都想到做十五年 剛才那個二十八年那個二十九年 但其實你是停了業務 通關的時候 其實你是否都變成要找其他工作做 沒有啊 我們這一年多才說 是長者來的 找不到工作做 我這三年平生留職都是找不到工作 是甚麼崗位 即是你之前是開戶做甚麼崗位 我做催催而已 我做催催而已 就是 人高不高 但是感情真的很好 每個人都覺得說Hi 抱憾 真的好到 你每天都上班 我最慘稱的一年退休 那你是怎樣知道她清盤 是否只要看新聞才知道 是啊 那些同事說 那些女友給我按給我 喂 清盤 我還說 哇 因為我們都等了三年 真的好希望等她開戶 即是知道她真的要清盤 其實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 就哭了 就被女兒罵了 即是很賤 你都明白 等一樣就等了三年 是 天天在打開電視機等 去找工作做人說我們是長者 因為 是啊 他不是一隻長者 即是很hurt 你明白嗎 明白 當旅行社宣佈清盤之後 最少有250位員工受到影響 幸好的是 有另一間本地旅行社 向他們伸出援手 歡迎他們重頭旅遊業的懷抱 疫情到現在是接近三年 那間旅行社 它是要結業 我相信它是迫得得已的 即是熬到今天熬了三十個月 也是拿了很多資金出來 一直撐住 內何可能都未曾看到 疫情真的 是否全部已經完結 我們已經可以關口開了 我們看到在疫情的時間 很多在做旅遊業的同事 是沒有工作做的 所以一定要找其他工作 例如政府都給了一些防疫中心 或者打針的地方 給同事去做 我們看到有些同事 可能做了不同的事 例如開的士 甚至開巴士 送外賣 或者自己做一個生意 都有的 相對於人手招聘 我們看到都是有些困難的 既然是有間公司的同事 如果他們真的很想在旅遊業發展 那我們當然希望可以 兩件事 一 我們又可以請到人 二亦可以幫到同事 可以盡快入職旅遊業 至於零加三對旅遊業的發展前景 又是否足夠呢 零加三之後 這兩個月左右 我們都在十一月和聖誕等等 我們都收到有好幾千位客人 是跟著去旅行的 這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但這個只是回復在疫情之前 有沒有是三成左右 因為我們看到 今天的旅遊業只是 香港的我們的市民 可以出外玩 入口的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的 因為回來 還要三天不准出外吃東西 是挺令到大家卻步的 如果去到零加零 我們需要就是 整體出入口的旅遊 都回復正常 最重要就是 政府可以把這個 零加三這個 全部開放 如果要是回復 疫情之前八成 我看上去應該需要 一年或以上的時間 才慢慢可以 一路一路復甦得到 疫情對於香港的經濟 都帶來影響 現在正在慢慢復甦 希望大家可以咬牙關 我們一起同步過這個寒冬 快到了聖誕節 也是消費旺季 希望在節日氣氛帶動之下 各行各業都能夠有更多盈利 開電視,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 ository 其中一個